宝豪一直觉得绿谷的力量来得太突然了 欧尔麦特战胜欧罗夫王师说的那句 下一次就轮到你了 宝豪注意到只有绿谷当时有特殊反应 所以他确定绿谷就是欧尔麦特的继承者 不管是他还是绿谷都很崇拜欧尔麦特 欧尔麦特自然成了他们中间的参照物 而他崇拜的欧尔麦特却认可了被他认为是六片小狮子的绿谷 他不理解绿谷到底哪点值得被欧尔麦特选上 所以英雄临时正照测验结束后 他直接与绿谷打一场 欧尔麦特偏心绿谷这事显而易见 难道自己崇拜欧尔麦特就是错的吗 绿谷不想跟宝豪打起来 但宝豪已经忍不住发力了 他想不通绿谷为什么可以超越自己 为什么自己现在要追逐一个老是跟在自己身后的家伙 绿谷继承了欧尔麦特的力量成为了他的延续 而自己就成了结束他职业生涯的报复 绿谷表示自己一直在追赶宝豪 但宝豪觉得绿谷其实一直在恶心自己 从来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施舍自己 不过绿谷从来没有这样想 因为除了欧尔麦特 宝豪就是自己身边最厉害的人 所以他一直在背后努力的追着宝豪 这一场战斗之后 宝豪和绿谷对彼此都多了几分了解 欧尔麦特希望他们能和平共处 只要他们能相互认同并认真提升彼此 就能成为救人并获胜 获胜并救人的最棒的英雄 英雄有英雄的目标 敌人有敌人的坚持 渡我被身子一直被人认为是怪胎 但他的所作所为 在他眼里都是正常且合理的 就像人们会亲吻喜欢的人一样 他也会吸喜欢对象的血 他最喜欢伤痕累累散发着血清味的人 所以他总是把对方砍得乱七八糟的 这样的他总是被人当成疯子对待 和渡我关联最深的当初玉叉子了 原本玉叉子一直认为 英雄和敌人是无法相互理解的 但几次和渡我交谈后 他对渡我改观了 一开始渡我总是追问他 关于绿谷和恋爱的问题 完全是个喜欢聊恋爱话题的青春少女 后来大作战开始 渡我问玉叉子会怎么处置他 玉叉子给出的答案是 但渡我却说 自己本性如此 他喜欢谁就想要变成那个人 还会想要那个人全部的血 而且这种心动 无论如何都止不住 但不被理解的他 活得一直很辛苦 前不久 渡我变成玉叉子的样子 并利用他的个性 狠狠处置了 将他逼到绝境的好奇节 他表示 那时候的自己真的很幸福 从小 大人们就要他压制本性 不要再做那些事 可是越是压制 那种想法就会越强烈 但玉叉子却和他完全相反 他告诫渡我 听到这话 渡我眼角渗出了眼泪 玉叉子不明白 那时候的渡我为什么会流泪 又为什么要夺走人们的幸福 但正因为不了解 所以才想更深入的了解他 另一边 红角洞猛然醒悟 原来图皮很久以前就跟他们暗示了他的身份 在林间集训 红角洞第一次见到图皮的时候 图皮就跟他打招呼了 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而后 安德瓦在九州与特级老巫战斗的时候 图皮也现身跟他打了招呼 但他们都只是单纯的把他当成敌人联军的人 可怕的是 灯室的苍延是比他们老爸安德瓦还要强的憎恨之火 红角洞从小都被安德瓦灌注了超越欧尔麦特的期望 因此他必须时时刻刻努力 不能跟哥哥姐姐一起玩 而且还遭到了母亲轰冷的厌恶 被泼开水 流下了大片伤疤 红角洞知道 这都是父亲造成的 所以早些时候他很讨厌安德瓦 而且不愿再用燃个性战斗 但绿国告诉他 不管是哪种个性 都是来自他的力量 母亲也说过 没必要被血缘束缚 只要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就好了 最终他接受了燃的个性 朝着自己的英雄之路前进了 可是亲哥哥灯石 却在这条路上成了敌人土皮 半燃半动的轰胶洞出生以后 安德瓦的注意力便全部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而忽视了从前被灌注了期望的灯石 安德瓦不让灯石继续努力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灯石的体质承受不了火力 继续下去只会遍体鳞伤 但灯石觉得自己被抛弃了 仍旧拼命的想引起安德瓦的注意 他与安德瓦的后山看他的进步 他已经能掌握更猛的火力了 希望以此重新得到安德瓦的认可 然而他等到天黑都没有等到安德瓦 他燃起熊熊火焰 全影无法控制火力被火焰吞噬 奄奄一息的他被欧勒夫王救下 被悬中成了第二个死屏幕 成了燃烧着赠物之火的土皮 大战在即 土皮通过网络直播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他很失望 没有任何一个人注意到他 但想到该怎么折磨安德瓦 见他在他的人生时 他就变得非常激动 他要在安德瓦走到人生最高点的时候 狠狠焚碎他的美梦让他跌入深渊 安德瓦不敢相信 土皮就是登师 但这是不容改变的事实 土皮狠狠地报复了他 也让他意识到了 过去的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除了他以外 轰架的其他人也在反省 毕竟土皮的悲剧 不只是安德瓦一个人的责任 红棱和三姐弟与安德瓦沟通口 吉人才终于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家人 红椒董知道 父亲无法对亏欠的灯士哥动手 所以他要代替父亲 打倒灯士哥